原文在座的書接上一回, 話說當年最紅火的大富翁老闆, 失敗淪落,成了年老走投無路, 隨時餓死街頭的黃德凱。 嘿,幸好被歐沙文一番指點, 入了孤人院,才消除了自殺的念頭。 這幾日報紙上, 不斷有消息登出很多大惡人的下場消息, 其中廖子君,賊祖師爺王果實, 蘇佐童和龍虎炮三惡賊, 還有長期幫賊人開火船的船長江海河, 水手長陳德貴,賊商胡德來, 大小惡賊,以及河守成等人, 都已經一一槍斃正發。 這個世界正氣上升,民眾歡喜, 壞人喪膽。 江陰似戰快,高山流水速, 古人形容更加快, 是朝青司冒成雪。 現在轉眼不過,又過了二十年這麼久。 如果要問世上有幾多人會悲白髮, 寫書人不得而知, 但老夫高堂明鏡起白髮, 亦大有人在。 君不見,白髮者高壽也。 年老乃是有福之人,正是求之不得的, 何來悲觀失望呢? 君不見,如果無福的人又怎能出得良胎呢? 無福者又怎能長大呢? 無福者又怎能見到自己長出白頭之髮的白了頭呢? 今日經過二十年的高山流水之後, 很多黑頭人送走不少白頭人作古而去, 又有不少黑頭髮人, 因為有福漫長又變成了白頭髮之人。 如果要問幾多歲是白頭人, 按照人生七十古來熄的說法, 六十歲就是白頭之人, 六十歲當然是很有福之人。 眾所周知, 有些人在良胎裏頭幾個月就死了, 這些人確實獲得幾個月的小生命, 雖然未到世上, 但這樣也算是有點福, 又要明白, 天地間確實有很多千千萬萬億, 無辦法計算的陰陽物體, 都是成不了胎兒, 就做不到人的。 還有, 出生之後沒多久腰折的, 亦都比胎死腹中的有福, 有些十多歲就死了的少年亡, 能夠見到十幾年的花花世界, 實在也相當有福。 到了六十歲, 就成了花甲之年, 這種人要千秋萬代才修成的福。 現在有兩個有福之人, 他們當中一個滿了六十歲還多幾十日, 另一個是他的女士夫人, 他也有五十多歲, 他們兩個不只算是高壽, 還極其榮華富貴, 如果論金錢、物質、地位, 簡直是多到有如天上升, 永遠數不清。 那個六十歲的人, 從前窮到離奇, 他幾歲的時候, 曾經多次差一點就沒有命, 十幾歲的時候, 也因為太窮, 從此因為長期太窮, 隨時都會餓死。 如果照相書那裡說, 大難不死就必有後福。 這樣說法, 難道真是很靈慶? 福六壽, 外家榮華, 大富貴都齊全, 涉紅火如日中天之隱。 他是誰? 涉來話場, 當然是紅頂頭號, 大商家領袖丁山總裁。 當日, 他以國大代表身份, 出席了國家會議, 坐在第一排專櫃座位, 直接聽國家總督講話。 這裏方圓十里, 戒備深言又不在話下咯。 會議之後, 國家總督又客氣地和丁山合影了兩次相。 會議結束之後, 國會高層人士指定派出十個武裝特級軍警, 帶著重武器沿途作保護, 特級就是槍法特準, 甚至可以打中天上飛的鳥。 身體又特好, 打鬥功夫特別了得, 靠雙拳一個人出馬, 隨時打倒眾多大漢, 自己沒有損傷。 丁山自己又帶著九個助手, 坐著火車, 透過窗外, 可以沿途觀看, 四面八方, 知名錦秀山村, 和各處細細觀賞大小青到建底的河流。 抗務工程師陳永之報告總裁說, 再過一個時辰, 就會到達大省城的了。 很快聽見火車播音機叫出聲音, 不用一個時辰就可以到達總火車站。 現在火車繼續發出, 瓊窮,瓊窮, 瓊窮, 再響, 依然是瓊窮的聲響。 時辰到了, 火車就變成了慢速地開著, 那個火車頭, 好像一座鐵牛山那麼厲害地向前衝, 中 anda, 噗 who 噗 他 噗 沉悶的汽笛, 突然叫三短聲後, 快把鐘停下來。 , 餯悶在眾軍警和隨行人員認真保護下, 漫步下了特別舒適的大火車, 再走出總火車站。 現在聽見前面, 突然之間的鑼鼓聲響, 其他哲惡又跟著響。 这里本来很宁静的火车总站,突然间出现了非常热闹的场面,前边又见有很多人手拿着旗仔,在那里猛叫着欢迎出席国会代表总商团领袖丁山海船归来。 第从欢迎队伍是各行各业代表人士的热烈迎接,奔礼第三从前来包围迎接的全部是年轻女子,几十个女子各个手执两束漂亮鲜花,延装得十分美丽动人,向着面前迎接,要献花给丁山领袖。 由于有大队军警护卫住,前头的人最近都要远离丁山五尺,不管在哪里,只要轻声一呼,立即就有百应的丁山总裁,在人海笑脸欢呼声钟,之后再坐上自己那批最华贵的汽车,回到公馆。 夫人女士听闻,带着一帮人在大厅外门前迎接,恭候夫君归来。 丁山一见夫人就说,快点给各位免了,免了,什么都免,大家确实很累,快点回去休息,千万不要累了。 仲家仁都高兴说,多谢总裁,满心欢喜地散开。 丁山一见夫人,刚刚过了半个时辰,丁山总裁又见出现在总裁办公室,两个值班师爷在不停手整理着各方收发文书,其中有些是很多大老板联名恳求丁山出席他们的宴请。 丁山就对师爷说,告诉他们,本人这两个月一律不可以附宴了。 丁山面对抗业公司内外事情,天天都有很多,必须经总裁亲自签字批准。 幸好近几年来,四个儿子个个都饱读经书,那帮父亲分开担当起很多重要工作, 远近里外,很多人看在眼内,都耳口同声说,丁老板人强马装,暗暗为丁董财老板和夫人他们高兴, 因为后继大有人在,丁家从此,确实是一代胜过一代。 不过有一天晚上,女士夫人忽然很有感触地对丁山说, 夫君啊,你日日对工作这么上心又认真,从来都不顾劳累,不知是什么道理了。 更加令人难以明白的是,又好像自己的左手,信不过自己的右手, 自己的右手,又信不过自己的左手, 嘿嘿,其实都是自己身上长出来的手, 夫君不要怪我们做夫人的多事啊。 经书历来都又说,从来的岁月就是不遥忍, 忘夫君你,要多加保重啊。 丁山听了就小笑问了, 哈哈哈哈,那应该怎么做好呢? 夫人就继续说了, 六十岁的人啊, 这么劳累怎么得啊? 我听很多人都说过, 以前做大小官的人啊, 往往未到六十, 早就告老还乡响清福, 最天伦, 现在又有眼见很多, 不是多富贵的小商人, 他们都远未到花甲之年, 就早早交给那些儿子去打理生意了。 知我们丁家呢, 另一声不同的, 嘿嘿, 这一样, 我想极了想不明啊, 现在夜静艰辛, 夫人的说话就越讲越多, 丁山终于好像有点不耐烦那样叹口气话, 唉, 夫人有所不知了, 我何尝不想喘口气泡下呢? 避就避就避在了, 很多事情, 人家代劳不了啊, 女士夫人就说了, 哼, 我才不信有这么神奇啊, 我才不信有这么神奇啊, 还有, 丁山听完, 没有见他急于说话, 他望了夫人一眼之后, 唉, 那叹了口气, 成了个不是多高兴的样子, 才慢慢说, 他们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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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的宝贝仔, 他们四个人, 虽然, 也身经百战, 说实在啊, 他们个个月头, 都帮我做错了很多事啊, 这些都是我做父亲的, 最不想看见的事, 但是局外人呢, 是没有法子觉察出来的啊, 夫人听了个心就想了, 哼, 拿来说啦, 自己个儿子都不信, 反而信外人, 整天信了这么多外人, 不是故事是什么呢, 也很难怪那些儿子, 他们原来是口服, 心不服, 现在逼到他们, 变成口都不服了, 心就更加不服, 好难怪啊, 人老了, 实际上有糊涂的事日, 哎, 总之越老越糊涂啦, 我说多多都是没用, 免得激气, 大富大贵的总裁和夫人, 现在没有再说话了, 是二人同床, 各有所想, 好快又是那句话, 夜久雨声绝, 有一天豪门夜宴, 非常热闹, 忽然一下又平静下来, 有个商界大老板, 紧张地看下手标, 再高兴说, 说个好消息给各位知道, 今晚我们救面子, 又行好运啦, 全省商界盟主丁山, 他的师爷亲口答应了我, 盟主来我们这里, 帮我们举行起杯仪式, 又答应说几段短话, 大老板一边说就一边看手标, 啊, 就快到了, 就快到了, 还有半个小时的, 果然不花多久, 富豪门大酒店的门前, 突然来了几部华贵非常的汽车, 又见首导戴着白色手蜜, 全身上下礼服的招待主任, 快快翠翠跑上前, 有礼貌的开车门, 跟着再行礼, 又有几个专人, 开路带着一队人进入, 头号贵宾丁山, 行在中间, 受到鲜花古恶吹奏敲打行礼迎接之后, 丁山才正式出席宴会, 以列掌声之后, 丁山对着众老板就做演讲, 尊敬的各行业老板同夫人, 被人承蒙邀请出席此地作下, 感到无比荣耀啊, 忽然有人递上一张纸条, 纸条上写着, 敬请丁山国会代表, 讲解商海无情, 大鱼是否会吃光小鱼, 由一队掌声之后, 丁山就笑笑说, 各位, 我实话实说, 现在商海的大鱼首度, 所有的资本, 都是来源于银行, 属租来的资本, 就等于高成本, 这是其一, 那就是说, 大鱼本身的構造, 天生和小鱼不同, 大鱼一切成本, 都高于小鱼很多, 高明的大鱼, 不会想到和小鱼争吃的, 各位请看, 富豪门本酒家的成本, 和我的夫妻小店, 做伙计的人, 又是自己的子女亲戚, 这样的伙计, 比租来的伙计又便宜, 又勤力啊, 那就是说, 这样的食物, 摊其所有的成本和资本, 全部都是自有的本钱, 是很低成本的小鱼, 那再看这里的大酒家, 其所有的本钱, 都是借来的, 银行的钱, 本身是靠在民众那里借贷来的嘛, 那些大商家, 就再向银行借, 就等于借上再借, 那就是与生俱来高成本了, 所以说, 有本事的大鱼, 不会想到吃小鱼的, 实在也都没法子, 去吃这样的小鱼啊, 大鱼小鱼, 各行其道, 不会碰撞的, 丁山刚刚讲到这说, 又有个大商家, 递上一张纸条, 敬请各大代表演讲解说, 小本工商人士如何快速长大, 丁山看完又笑笑讲了, 世间事, 往往欲速反不达, 不过最快发财的人呢, 是要有真正良知加本事, 良好心肠是第一, 第二, 泰滥之人, 永远成不了事, 勤奋, 良心加好学, 其实质信用是最大的本钱, 是最重要的本钱, 要发达, 最重要是良心和信用加勤力, 告诉各位知道, 有几种人最好不要入商界, 第一种, 永不劳动等好运, 第二种, 喜欢赌博有金银, 第三种, 眼前小利不认亲, 最后, 我再告诉大家各位同仁知, 大投资成本高, 小投资成本低, 大投资金钱靠租回来, 要加大成本, 人力是成本, 总之投资越大, 成本越高, 大如小如各行其道, 没有发展代替的, 小资本的发展方向正确, 发展一定快, 大资本的发展方向, 同样是正确, 但一定会慢, 一定会慢个小资本, 总之, 资本越大, 发展越慢, 第二天, 丁总裁的四个儿子, 突然急急来到丁山写字楼, 丁山就高兴地问, 呵呵呵, 你来得这么巧, 是不是请我喝高山凌茶呢, 四仔韦平就快快口口答先, 爸爸, 我是陪大哥二哥来的, 现在没见讲话的大哥韦兄, 带上两份写到满晒字的文件, 丁山打开看完才知道, 原来是抗业公司里头, 有人勾通内外, 共六十几人, 偷了抗区的纯石变卖, 丁山问明白之后, 对大少爷韦兄, 二少爷韦明讲, 这六十几个人, 一个都不要开除, 也都不用急着处罚他们, 更加千万不要送到警察局, 这些人虽然是可乎, 我们不要不记得, 这些人都有可爱的时候啊, 韦兄就问, 除了有用的时候, 还为什么呢, 丁山就说, 普通人啊嘛, 自然又是那句话啦, 饱暖私淫欲, 贫穷喜悼心, 唉, 哪里还有什么自尊自重呢, 这帮人, 他们收入工钱也太少啦, 照我看, 下个月头, 一路加人工给他们, 第二天, 就不会有这种事发生的了, 大少爷丁韦兄听了, 就没见再答话, 带上几个弟弟就行出总裁办公厅, 现在丁山啊, 好高兴看着几个儿子, 离开了矿母办公厅, 心想, 嗯, 韦兄他们做事都挺有条理, 抗拒出了小小这样的头痛事, 自己先不作主张, 来报告我这个做爸爸的人, 没见先斩后袖, 同根本不告诉我, 嗯, 好, 他的心里头呢, 越想就越舒服, 唉, 他都没知, 那六十几个人呢, 早就被捉了又在监仓坐监了, 好了, 今天就讲到这里, 欲之后事如何, 请听下回分解。